刘品源的英文教室 英文车页篇第二期 我们来看看 念一下 然后你看看 你选什么答案 像是第一题 Found ask a clerk where seems to be the problem with your invoice Hotel guest I don't think you offer excellent facilities I need to reserve a room at the front desk I don't need a receipt of my bill I think I've been overcharged Homicide detectives Homicide firefighters Homicide managers Homicide jewelers I investigating the crime scene Where two bodies were found I have tried to ask Mary out to sympathize But she always says That she's not aware She's not actual She's not alike She's not available If you want to increase If you drove to a hotel There might be a vendor There might be a valid There might be a cashier There might be a retailer He would take your card And park it for you If you want to increase The credit card application Approval rate You need to You need to be Employed You need to be operated You need to be renewed You need to be validated Because credit card Is the issuer's open setting Credit limit According to your salary 这五个题目 我们来讲一下 到底怎么回事 Front desk clerk 就是前台的一个职员 可能是餐厅 可能是饭店 可能是饭店 可能是什么什么 就是好像有什么问题 就是invoice什么意思 发票 就好像你的发票出了什么问题 那这个客人 这是饭店 饭店的客人就说 因为那个柜台人员 就说先生 是不是你的发票出了什么问题 因为可能去拿发票去问他 那谁说 拿发票 先生出了什么问题吗 那个客人就说 I don't think 我不认为 你们提供了一个 Excellent 极佳的设备 你们饭店的设备 还不够好 那不够好 跟这个发票什么关系 这不太相关 I need to 我需要 去保留我的房间 at the front desk 我需要 这边的 front desk 我需要在这里 保留我房间 房间跟发票什么关系 I don't need to receive my bill 我不需要 Bill 就是我们说那个账单 账单 我不需要账单 不需要收取 Bill的意思很多 账单 Bill 也可以是法案 立法院 国会提出的法案 也可以是鸟的嘴巴 而且这鸟嘴巴 有两种 一个种比较硬的 老于那种 Bak 这是一般小鸟 比较软一点的Bill 也可以是海报 这意思好多 也可以当动词 我寄账单给你 我贴海报 意思好多 这也不对啊 人家问你发票什么问题 我不需要发票 那是什么意思啊 我不需要收据 这也是怪怪的 因为通常是一定有什么问题嘛 我们再看第四个 第四个是不是比较合理 I think 我想呢 I have been 就完成 现在完成 就我已经被 被怎么样 已经完成了 我已经被upper charge upper charge 什么意思啊 超收了 charge就是 又可以是控诉 charge 又可以是 又可以是 charge就是 被收多少钱 over就多了嘛 就是 我被这个溢价了 我这个钱被多收了 比如说 房间减一天 3500 扣税 也摸税不管 比如说3500 就你上面打3800 多了300 我被超收了 这标准答案 这个柜台人说 先生你的发票 你拿发票过来 好像不太高兴 充满疑惑 这发票出了什么问题 我想 你们多收了钱 我这个房间 应该3500 你怎么打3800 就这个意思 标准答案是 I think I've been over charge over charge 学一下这个字 就超收了 多收了钱 然后homicide 就是那个 凶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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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凶杀案的什么人呢 在调查 调查这个犯罪 犯罪现场 sin就是风光了 风景 那也可以当现场 那crime thing 就是犯罪现场 你不要讲犯罪的风光 犯罪没什么风光 很可怕 人死掉 人死的是非常难看的 或者受伤 或者怎么样犯罪现场 很难看的 然后这边有两个尸体被发现了 你说body不身体吗 body是身体 也可以当尸体 而且现在常常body 就讲尸体了 像drug drug本来是药品 那现在慢慢不太用了 就把它当成drug 当毒品 那说毒品 那药怎么讲 就用medicine 所以药一般来讲medicine 那drug 就比较偏向毒品 就是 这个homicide 这个 我们叫警察 叫重案组 重案组 傻人放火 这个重大刑案 这个 凶案组的什么人呢 detectives 探员 探员 就是比一般警员高了 就是等于说像刑警 我们台湾讲的刑警 就凶杀案的探员 正在调查 那对啊 detectives 一般我们一个私人叫做 侦探 侦探是私人的 他只是懂这一方面 可能是警察退下来了 或者他对这方面兴趣 就侦探也可以私人侦探 那也可以是公家的 就探员 或我们讲刑警 就重案组的刑警 正在调查就对了 detectives就对了 后面可以不用看了 但是还是要看 Fify的消防员 凶杀案的消防员 这是凶杀案的消防员 不对 manager是经理 经理员 经理 凶杀案的经理也不对啊 经理一般是民间啊 政府单位就很少用manager 就用什么 巨扎 处扎 柯扎 主任啊 这些东西 就不会用经理 Jewelers 珠宝商 重案组的 凶案组的 珠宝商也不对 所以标准答案 detective 探员 刑警 重案组的 探员 重案组的 刑警 标准答案 我曾经试过 try 试过 try也可以是 我们就说的 审判 法庭审判 try 原型动词嘛 可以去试试看什么 也可以是审判 也可以是试炼 接受什么考验 意思好多 所以我们这个 看英文都是多滴的 立体的 立体的 一个字是立体的 它有很多意思 而不是说一个字就一个意思 如果你认为英文字一个字就一个意思 那就以后看英文问题就 九死一生了 难入登天了 处处碰壁 我曾经试着 所以我们要学着去看英文 要看上下文 第一个你要有一字多译的观念 它有很多意思 然后看上下文 当然 你说那不是很累啊 每一个都要看上下文 你刚开始很累啊 时间久了你就自然会转换 那老外 他觉得没什么转换 因为他 他是那母语啊 他从那个 两三岁开始讲话 一直到三四岁 四五岁 他已经经过多少年 每天在讲他内话 然后我们讲中文 中文也是有一次多译啊 很多译是有什么奇异啊 那外围一听 怎么这边卡卡那边卡卡 你不会啊 因为我母语啊 我们讲几十年啊 每天讲啊 每天讲五六个小时 七八个小时啊 而且你不讲的时候 你还在听啊 还在听啊 所以你包括讲跟听一天 可能十几个小时啊 所以我们就是慢慢就熟了 所以英文就是多看 多看 像这种考题也是 就是 当然你多看 可是你说你单字认识的很少 那也很麻烦 所以我们这边一起一起 现在已经讲一百三三题 那你如果好好记得 我还在看媒体有四个字啊 那就趁着机会多学啊 我曾经试着去 ask ask有两个意思啊 一个是去问 一个是请求 我曾经是这个邀请 邀请玛丽 ask out 就是约出去 所以ask out 一方面就说 我 我 我这个 请你出去 那另外一个就约出去 那这边是男女之间啊 喜欢谁 约出去 约出去说我请你出去 不一样清楚干嘛 打架 谈判啊 所以ask out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约你出去 花钱约一下 去吃个饭 增进感情 好几次 sabotage 但是 他总是呢 always 他总是呢 说 she is not 他不是怎么样 she is not aware 他不清楚 我请你吃饭 请你出去愿意说 什么叫不清楚 不对 she is not actual actual是实际的 他并不实际的 这也不通啊 she is not alike alike就是很像什么东西 他并不是很像 也不通啊 she is not available available就是 现成的 可以用的 还有一个什么意思 就是available 有空的 这边就是 他 他总是没空 she is not available 他总是没空 托词嘛 他可能对你没兴趣嘛 那你不能说available 他是现成可用的 啊什么意思啊 两个人还没吃饭 还没认识 就他可以用 那是什么意思 所以是available里面 现成的 可以用的 方便的 还有 方便的也对 就是有空的啊 所以 标准答案 she is not available 他没空 那就托词啊 如果你开车到一个旅馆啊 就 他原型都是drive啊 用这个过去式嘛 如果你开车到旅馆 那边可能会有 不是一定有 mine就是可能有 可能会有一个 什么 什么 一个什么 是人啊 还是物品啊 东西呢 什么东西 who啊 就是人嘛 如果是物品的话 什么就用which 就不要who who一定是人嘛 人嘛 这个人呢 就会take care of God 他会这个 好好处理你的车子 然后park 公园 然后公园 为了你而公园 哇 不对 所以park 他可以当名词 可以当动词 名词是当公园啊 或者park 也不一定要 也可以当游乐园啊 amusement park 游乐园啊 儿童乐园啊 这些 当公园是比较多 动词就是parter park parter 比如说那停车场parking lot 那个停车计时期叫parking meter parking meter M-E-T 就是什么计计量和计算什么东西啊 meter 就是计一个什么东西的一个仪器 parking meter 就是那个停车收费的那个停车收费器 这个人呢 你可能会有一个什么呢 帮你趴车 vendor 是小贩 会有个小贩小贩 我卖东西啊 我卖汽水啊 卖热狗啊 在美国很多那个小贩弄起来很干净 在卖什么各种那个 也不一定美国有时候 美国书有时候卖了墨西哥啊 有时候汉堡啊 卖了三明治啊 什么东西 vendor 小贩 啊 不是啊 小贩不会帮你停车 violet violet 这个字当比较难啊 它原来意思是什么 就中古的骑士啊 他有一个随身的男仆 贴身的男仆跟着他 因为骑士有时候那个穿的盔甲啊 一个人不好弄 有个男仆随时帮他穿啊 帮他卸卸盔甲 然后到一个地方 那个骑士啊 我累了 你帮我牵到马槽里面啊 去喂一下 这个贴身男仆 甚至要洗澡 你去帮我弄点热水 贴身男仆 那后来也变成什么 帮你洗衣服烫衣服啊 反正就是旁边的小弟啊 那到了现在就变成趴车小弟 就破车小弟 趴车小弟 valet 本来是男仆的意思 趴车小弟好像你的仆人 诶 先生 哦 要趴车吗 好趴车 但是一定要起做礼貌 一定要给小飞 你说我住这个饭店啊 或者我是到一个俱乐部啊 我要进去消费啊 这是一个礼貌 不是说你应该给他 而是一种礼貌 你就给他一点 但是给少一点 没关系 给一块两块三块美金五块十块 你有钱给一百块那是你的自由啊 当然你不要给几毛钱啊 就至少给个美金一块两块三块五块 都随便你 一定要给小费 这是一种礼貌 所以外国人就觉得看不起亚洲 亚洲你出去旅游啊什么东西 你说那个平常到饭店 他们弄点东西上来给你啊 或者是 有帮你服务的时候 亚洲说 就是应该的啊 我在这边我饭店住饭店 我花钱我干嘛给你啊 外国人哎呦 拜托 因为这是他们的习惯 你可以给少 没关系 给一块美金 也可就是你给 这是一个礼貌 或者一种习惯 当然选择 爬车小弟 可笑就收银元 收银元 也不会帮你停车 如果你想要增加 你的信用卡的application 申请的approval rate 就申请通过的rate rate是什么 rate就是一般的比例啊 比例啊 比例啊 另外一个意思是费用 费用 那你搞费多少钱啊 你的薪水多少啦 是rate 所以又是一次多亿 这边就不是说 通过核准的比例 而是额度 你通过的额度 那一般人想说高一点 比较好嘛 比较好用啊 用不用那么 会不会把钱那个额度 用完了另外一回事嘛 就高一点 比较方便 尤其出国的时候 所以很多时候出国的时候 跟信用卡公司打电话说 诶 譬如说 平价的额度是20万 我因为我出国 可不可以提高到30万 40万 50万 那银行说 我看看你的过去记录 可以 你希望多少 20万变30万 OK 我把你打开 就可以 但你回国的时候 再把它取消掉 或者就直接再生 那你就需要去 去币怎么样 因为呢 这个信用卡的issue 是发行者 就是银行嘛 所以issue issue意思好多啊 名词动词啊 发行啊 这事件啊 甚至 铸造货币啊 发行货币 issue很多 又可以名词动词 这e啊 就是发行者 就在银行 发卡银行 他set 他通常会设定 credit card 他的limit 什么叫limit 他的这个 这个限制 就是 就是 消费上限 上限 要根据你的 薪水 你的薪水多少钱 薪水越高 他额度设越高 这合理嘛 所以有时候说 我 这银行很怕什么人呢 就你没有薪水 没有薪水单 他就说 我是包租工 包租工你是真的假的 你到底几个方法 他搞不清楚 这种很累 这有薪水单就跑不掉吗 白纸黑枝吗 这是公司发的嘛 所以你说我没工作 我是演艺人员 我是大牌 那问题是 SARS的时候 或者是新冠肺炎的时候 你没有吸引就没收入啊 那你过去可能赚很多钱 可是 搞不好你的钱 我拿去投资了 为什么信用卡没有还 你不是演员吗 大明星吗 过去赚很多 不好意思啊 我是 我是那个捧恰恰 我还欠债 哇怎么办 或者说哎 我赚钱 可是我被亏掉了 像那个江汇以前那个新闻说被她姐姐什么亏掉 也有啊 江汇怎么没钱 我是赚很多钱 我都交给我姐姐 我姐不知道怎么搞弄掉 也有啊 或是我去投资没钱 所以 银行就希望说你最好有一个 有个这个 薪水单 那薪水单你也可以说我没存钱 可是你薪水单 你每个月都有薪水啊 除了你被解雇啊 是这样的 所以你需要被 employed 就是被雇用 啊就对啦 因为你要被雇用嘛 你才会有薪水单 啊 you need to be operate 你是被啊 被操作的 啊这个不同 你是被renew 更新 啊这怎么更新 这不对 validate就是 就是有效的 啊这也不对 所以这个题目出的很好啊 you need to be employed 你必须要被雇用 你雇用才会有薪水单 有薪水单 银行才会根据这个 当一个凭据啊 到底给你啊 这个额度最高 可以给多少啊 所以标准答案 这种题目就很标准 employed 啊这是我13个YouTube频道啊 麻烦全部啊都按订阅啊 这期讲这